大家好,在今天冷气团的强度减弱了 这一大清早你出门的时候或起床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天气还有点冷嗖嗖 但是到了八九点以后 这太阳一照射之下 温度上升的幅度都非常的明显 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中午的高温了 先来注意到 全台湾最热的地方在哪里 全台湾最热的地方就在台北市了 今天的中午高温呢 24.4度 南部的恒春还没有台北高哦 南部的恒春今天中午在24度 而到了中台湾最高温的地方 就在台中有23.5度 南台湾就是高雄的温度有在23.2度 我们的天气形态来说呢 温度虽然上升了 可是现在呢太阳下山了 你有没有感觉到风吹来又开始有点变冷了 因为辐射冷却的作用 要提醒您日夜温差是非常的明显哦 早出晚归的朋友穿着方面一定要注意到保暖 我们接着就来看到这张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云层的走向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云层的发展量来说呢 明显的都偏少 北方的高压系统已经逐渐的东移了 所以呢 我们的风向也已经变成是偏东风进来 在东半部地区的朋友就会注意到 早晚的时候有一些地形的云层会出现在花莲到台东地区 但是呢 雨的部分仍然偏少 因为吹进来的都是属于干燥的冷空气呢 但是天气形态来说呢 我们再来就要注意到大陆的北方了 北方这里的天气形态来说呢 云层量发展也都偏少 可以看到在江南到华南这个区块来说呢 也是属于一个多云时勤的天气 所以呢 在未来几天我们的风向变东风 温度形态来说再上升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第一个呢 在明天晚上开始 中南部就容易夜晚会有浓雾了 行车方面要注意安全了 第二个呢 到了礼拜五的晚上的时候 随着风向吹着东风进来之下 有点偏着东南风 使得在花莲到台东地区的外海呢 早晚的时候会因为风向的符合作用 而造成了一些地形的云层 也就是说礼拜五开始 东半部地区早晚会有些零星的地形降雨了 地面图上就可以看到 高气压系统已经逐渐的东移了 而天气形态来说 也随着风场由东风渐渐的变成东南风 你就会感觉到 在未来几天的天气形态来说呢 一天温度比一天还要再高呢 从动态的云图 我们就可以注意到 台湾上空的风向变成东风之后 冷空气开始减少 接着呢 再来到了礼拜五 礼拜六 温度形态来说更暖和 从北到南 中午的高温甚至会到二十六 甚至二十七度呢 这样的好天气持续到周六 但是到了礼拜天的白天的时候呢 随着北方的高压逐渐南下 带进来微弱的东北风 所以呢 在礼拜天的时候呢 北部海岸线 东北角地区 云层量增多 会有一些些零星的短暂雨 但其他各地的旅游天气来说 依然是属于天气晴朗 而到了下个礼拜一的话呢 天气再好转 接着来看一下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晚上 晚上温度比昨天晚上 还要再高个一到两度呢 但是日夜温差很明显 因为夜晚十四度 白天二十四度啊 早出晚归 穿坐方面 骑车要特别注意呢 中部地区天气晴朗 日夜温差最大的地方 就在嘉南平原了 有十一度的日夜温差呢 南部地区中午暖 恒春半岛甚至可以到达 二十七度的高温 但是早晚凉 骑车要注意 东半部地区 早晚云层略多 但白天的时候 阳光都会露脸 歪岛地区呢 马祖金门 夜晚的温度是有点寒冷 是在十到十一度呢 来看到未来一周了 先来注意到 好天气可以持续到礼拜六 但是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 微弱的东北风 使得北部东半部地区 都有点零星的短暂雨 到了下个礼拜一的时候呢 天气形态来说 雨的部分减少了 温度形态来说才会略升 所以在这个周休假期来说 你要安排户外活动 都还蛮适合 但是要注意清晨会有误呢 看看大陆各城市了 北方的天气形态来说 温度也都到零度以上了 南京上海的温度形态来说 还是在摄氏十度上下 可是到了华南地区呢 白天的温度都有到达二十四五度呢 天气形态来说 小丁宁要给您个提醒了 特别注意的是 早晚的天气仍然偏冷 穿着方面要注意保暖 可是呢 如果在晚上的时候呢 西半部地区夜晚会有一些雾的状况 晚上行车的朋友 要特别的注意呢 继续锁定 中式新闻